我是被他的等于说是街边的海报给蒙骗了 万表流行力 康康与亨利 康老师咱们接着聊这个表展内容 这个又是康老师特别喜欢的品牌了 好像你的第一款表就是这个品牌 我自幼喜欢的品牌卡迪亚 我接触高级钟表世界 可能跟卡迪亚有非常深的渊源 那么卡迪亚历年的表展 最大的特点是时间不够用 我今天最喜欢反而是那个镂空的那个山都市 因为那个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感性上都能打动人 不管是一个航空史爱好者 高级钟表爱好者 卡迪亚的爱好者 都能够在这只表上找到最大的心灵上的慰藉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意义上万表的诞生致敬 对 没有山都市对于这个空中使用怀表的抱怨 可能今天万表不能够完全取代怀表成为人类及时的主流 下面我就想迫不及待的说一下 但是同样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品牌香奈儿 香奈儿J12大家肯定是司空见惯 但是今年它展出的J12 Cybernetics编号是7988这款 那绝对应该算是一匹黑马 它这个造型非常出位 而且机心也过关 我是被它的等于说是街边的海报给蒙骗了 日纳马街边有很多Cybernetics海报 我一看 就是说从表到它的背景是有一个数码化的过渡 但是看了实陆以后我震惊了 它这个表壳真的是异形表壳 它跟后面的数码马赛克尔 它是可以自然过渡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摄影师拍到了一个什么镜头 它在背景里静态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他跟后的马赛克是融为一体的 但是镜头一错位就发现 这个表壳确实是异形表壳 12点到3点之间它是锯齿状或者是台阶状 所以我觉得未来高级钟表的世界 会不会让人觉得真实与AI越来越难以区分 越来越难以界定 这是你要说的另外一个趋势 好吧说了半天 J12造型是多么的夸张 多么的具有前瞻性 但是它的机芯也是自产机芯 大家注意日内瓦的 跟百年龄特别铁的某品牌的自产机芯 还有百年龄还有法国某品牌的机芯 就是出自香奈儿做股东的Kennessey机芯厂 也就是说J12机芯跟它们是有高度相关性的 那么说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 金工的灌篮师GS 灌篮师它确实是有一批忠实的粉丝 好像是灌篮师他们自己内心的坚持 做这个品牌的准则 就是一定要对标谁谁谁 确实是这样 就是日本这个品牌它有自己的一种执念 它这个执念实际上也是影响了它的粉丝 灌篮师它的追求是把自己独特的品牌理念融入它的产品 比如说它的外观基底的灵感总是来自工作室窗外的风景 什么雪森林 这个是很独特的 因为所谓亚洲品牌的 它这个思路都还是自成一派的 然后这款表的机芯上也有一些很突出的地方 一个是高震频 一个是三天动力 还有这一款是首款机械自动机的码头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它 这个词分几部分 第一部分三个字母是10 表示十分之一秒 这个高震频 第二部分 T 三天动力 A 自动上显 接后来是Graph 计时 所以这名字好记了 叫Tentagraph 我强烈建议大家看实物 因为这款表它的外观也可圈可点 一个是它使的是高密度太 再有就是这款表的后背也是透理的 这个机芯看上去怎么那么眼熟 你要看到机芯你也会有这种想法的 总感觉日本跟德国走得挺近 那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表 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宇国的村上龙那只 第13枚村上龙的表 获取的难度可能是我知道的一个表里面 全球藏家最难获取的 它还跟NFT有关 牵涉到现在的数字藏品的很多游戏的规则 你差一个都不行 如果到最后没有人能够集齐前12支表的NFT的话 这第13枚可能是要进行拍卖的 康老师对这个周藏的稀缺性啊 进行了一些点评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要好好想想康老师说的话 我再说回到这个日纳瓦这边的品牌 配卖海我有幸聆听了一次原汁原味的 意大利英文的讲解 配卖海的总裁亲自跟大家问候 配卖海的讲的纯正的意大利英语的产品 总监是个美女给我们介绍的产品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 一个是首创了一款叫石磨水洗 这个石磨水洗呢 大家实际上是用了牛仔裤上的 磨损啊本身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消极的事 尤其在腕表上 一款PVD煮黑的表如果磨损了 是不是觉得很割影 但是给人一种沧桑的魅力 没错 这也就是配卖海的首创 他把一款黑表通过有序的打磨 打磨成一种石磨水洗的感觉 因为牛仔裤还有一派叫养牛 就是坚决不喜 最终要让牛仔裤达到一种保经风霜的效果 不要以为配卖海擅长外观的修饰 就忽略他的提心方面的 他今天出了一款就是年利表 布局上也是很讲究的 把年利的信息 刚好是12个月 放在12个小时的外圈 不占用表盘内部的空间 又合理的很有逻辑性的 让大表有足够的存在的理由 而且他这里边讲的表盘的颜色 我挺喜欢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红是 为什么是这个红牌 然后人家说我们这个是罗马的红 这罗马的颜色之一 但也有人质疑是波根蒂红 我觉得是不是罗马军队的那种 罗马军队台甲上经常能看到这种 我觉得是 如果你是古罗马的粉 这款表你可以关注一下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知道 就康老师看到的和我们拍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在这短短的两期节目里讲完呢 现在我们就请康老师对这次表展 做一个大概的非常抽象的一个总结 就好像老鼠掉进米杠 短短的一个星期的看展的时间远远不够 我宁愿在展馆里面泡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次看不同品牌都跟上了弦一样 跟这个高级钟表讲就是细节细品来讲 有一点背道而驰的 所以呢 期待钟表与奇迹 九月份来到中国上海 然后可以继续摸到这些高级钟表作品 就是这个表展呢 还有一个中国本土版就是在九月份 我们也会对这次表展进行详实的报道的 对于我们已经讲到的表款 你们有什么看法 对于未来的表展 你们有什么期待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一下 谢谢大家 也谢谢康老师 谢谢